朋友们好 章与老友聊 今天要聊的呢 既是文化活动 又是健身活动 如果您呢 能够坚持去做 应该说呀 对您的这个身心健康 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它属于这个健身活动 同时呢 它又是文化活动 可以说一举两得 而且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活动啊 也是非常容易操作 因为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朗读 这个朗读啊 和朗诵不一样 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朗诵啊 知道朗诵是一门艺术 我这个合集当中 也有朗诵艺术合集 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朗诵 在舞台上啊 在一些电视晚会上都看到过 那朗诵作为一种艺术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朗诵 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配乐 配乐朗诵 配乐朗诵啊 听起来是很好的 非常容易打动我们 但是我们很少去仔细想一想 打动我们的朗诵 占了多少成分 然后那个配乐 占了多少的成分 我们没有人呢 去研究过 实际上这个配乐 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我们知道朗诵之前呢 音乐它烘托气氛把人带入了一种情境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朗诵艺术家们 那个声音的处理啊 一些东西带进去之后 你就非常容易被打动 你有没有设想过 如果把那个配乐给他掐掉 就是不让他配乐 你就直接朗诵 会怎么样 哎 您别说 真的没有音乐 对于一些语言艺术家 朗诵艺术家来说 真正的朗诵艺术家来说 他依然能够朗诵的非常之好 我们知道著名的诗人啊 爱卿有一首著名的诗叫大雁和我的保姆啊 是一首长诗 那我最早就听过两个版本 其中一个版本呢 是配乐朗诵 你听之后啊 觉得被打动了 还有一个版本呢 是没有配乐的 就是纯粹的声音 你听了之后 你会觉得 那也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是那种配乐的朗诵 所不具有的艺术感染力 仔细想一想 这个不配乐朗诵 这个人应该说 他的水平也要更高 他的朗诵的艺术功力啊 应该是更强的 当然了 我们知道搞晚会的人 包括做这个广播电视编辑的人 他希望自己的节目好看 尽可能的热闹一些 有乐队啊 在那伴奏 甚至有可能还配上灯光啊 还有舞蹈啊 等等啊 那这种朗诵啊 他已经不纯粹了 真正厉害的朗诵 就是一个人啊 一个麦克风 甚至麦克风都不要 纯粹的一个人在那儿朗诵 不借助于任何东西 这有点呢 像这个武打片 我们看的武打片呢 知道那个翻跟头的动作很多啊 前手翻 后手翻 前空翻 后空翻 还有连续的这种翻转 还有打那个旋子 这都是武打片里面 就是必须要有的一些动作 那我们知道 那有些人呢 他很多动作可能就是玩不成 就需要给他一个辅助手段 就是吊威亚 吊威亚 就是穿那种裤头上带绳子的东西啊 把你拉的高高的 那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空中动作 反正后期有剪辑 速度不够啊 又给你提速啊 给你处理成慢动作等等吧 总而言之 包装起来之后 你的那个动作很飘逸 很大霞 但实际上呢 老实说 他有多少功夫在里面 可能没有什么功夫 那真正有功夫的 不要借助于这个所谓的 威亚 就是你自己这个肉身 翻跟头啊 这个顺翻啊 前手翻 后手翻 前功翻 后功翻 这个你要完成的好 你才是很厉害的 那朗诵 实际上也是这样 但是我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 是朗读 朗读跟朗诵比呢 它的要求要低许多 实际上就是有声的阅读啊 我们知道 一篇文章拿到手里 你看 一种是默读 就是不要发出声音来 一种就是读出声音来 这就叫朗读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要求朗读课文 朗读课文 但是等我们这个年纪大了之后 很少有人把朗读这个习惯保留下来 更多的人呢 还会坚持阅读 但是坚持朗读的人就很少了 他会觉得很奇怪 我又不是小孩 我干嘛朗读啊 你们也搞错了 在我看来 这个朗读啊 对你自己的这种身心健康 是有好处的 而且在我看来 朗读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活动 我们知道 有一部德国小说 就叫朗读者 是吧 有一部电影 也叫朗读者 是根据这个小说来这个改编的 拍的挺好的 是那个泰坦尼克号 这个女主角主演的 这个小说写得很好啊 所以朗读啊 我们完全可以坚持 朗读很简单 它不需要什么这个条件 你要搞音乐这种爱好的话 比如说学契约 你得去买乐器 贵的像钢琴很贵 小提琴好的也非常之贵 那二胡笛子可能都不容易伺候 那音乐当中还有一种就是声乐 声乐就是唱啊 唱也受制于这个嗓子 但是唱呢 你还得这个懂这个乐理 对吧 要学什么最起码简朴啊 乐理这些东西 你要懂的 而朗读就不一样了 朗读只要会说话 能够把文章读出声音来 就完全可以了 所以呢 我在这儿呢 我提倡这个朗读 朗读啊 真的是对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 倒不是说 我现在像小孩一样朗读 我就返老还童 也不是 你要知道朗读的时候 你调动的这个身上的肌肉 肌群很多 包括这个面部的 包括这个呼吸系统的 都被调动了 如果阅读的话 你可能会坐在那儿 只是眼睛看 但是朗读的话 调动起来的这种肌肉 气关都是很多的 对身心是一种锻炼 而且朗读的时候呢 有一种乐趣 因为你读出声音来 你在听 哪地方不满意 你会修正 会重新来 这个大脑是在活动的 它跟阅读啊 真的不一样 它是更为复杂的 一项系统的工程 那我在做这个文化领域的 这个视频创作 我呢 有这个朗诵的合集 但是没有朗读的 那朗诵的合集当中 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了 就是我有各种的玩法 比如说 有那个大喊大叫式的朗诵 朗诵那个陈子昂的 等优州台歌呀 朗诵这个刘邦的大风歌呀 还有我朗诵过很多版本的 苏氏的前赤壁赋 包括就是酒喝多了版啊 酒喝大了版 就是酒喝多了那种感觉 前赤壁赋 怎么朗诵 还有就是弥留之际版 就是我设想苏氏 在弥留之际 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他回想他的一生 想到他曾经在赤壁那个地方 写下了前赤壁赋 他比较满意 然后呢 他就是喃喃念 到自言自语读出来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仿佛陷入了人生美好的回忆 在弥留之际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我也有这种这种尝试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变着花样 来玩这个朗诵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城市 没有人说 你就得这么朗诵 不是 你爱怎么来 你可以怎么来 但是有一点 你最后朗诵出来的那种效果 那种情感 你所表达的意境 有没有达到你心里所想的 我记得我们以前开玩笑啊 说这个没有配乐的朗诵 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裸颂 你的声音就是痴迢迢的 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考验人的 好了 朋友们 我就聊到这儿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呢 还有点意思 请您关注我 并请您强烈推荐 谢谢